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过十年就有个心情的一个转变 你如果回顾一下想想看你当初十年前在做什么 都蛮有趣的 但是时间总是转眼就过去 但是你在忙碌之中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那生活极客感谢各位持续的收看 记得订阅点赞点分享 生活极客每天会找一个新闻做分享 那跟各位朋友读读新闻了解时事 那另外强北的游戏就轻松打游戏吧 因为最近比较没什么游戏打所以都没什么在打 那另外的话直播频道刚又录影录到那个热气球 在收尾的一个直播 收集四个直播平台 如果喜欢看直播的观众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边的风景 还有看到日落跟月亮出来 东部海岸线的一个风景 还不错啦 刚刚看一看收集收集 你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回头去回顾一下蛮有趣的 像之前做流星雨也是 好的那再来的话回顾到我们今天要讲的 我们今天第一名是麦当劳APP 刚刚我们在看的时候 本来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第一名 那今天有赢东奥英雄直播 江彩限定彩蛋 他们今天做蛮多活动的 有兴趣的玩家点击下方网址来可以看到更多的热门搜寻 那其他的相关新闻一样很多 跟各位朋友讲 如果不知道聊什么看什么说什么的时候 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你看王永庆过世13年后 国内527.9亿遺产分配完成 所以很可怕 不得晚上好 不得第一名啊 谢谢你 那还有台湾配 还有末代指考航运 那昨天在看直播的时候发现有些直播主都讲 他已经直播习惯了 没上线让观众看一下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那昨天真的最后一天月节 所以很多事在忙 忙到家里回到家里又一堆 人家讲的鸟事一堆啊 就只能沉淀沉淀吧 休息休息看看漫画或者是看看动漫 人家从宅男不死因为要追剧 要追动漫 跟现在的家庭主妇一样要追剧 聚追不完 就要继续看 那还是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有时候回想过去真的蛮好玩的 麦当劳在台湾的一个历史 其实也蛮久的 如果在这边找麦当劳 我们在维基百科不知道有没有啦 麦当劳 麦当劳 你看维基百科这边又出现 各位观众可以看到 维基百科真的是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 你可以看到麦当劳的维基百科 就有很多人爱好者去做交流 这边有讲麦当劳是 1940年 这个也有电影喔 这个也有电影 上次有看过还蛮不错的 那如果有喜欢的观众朋友 一样可以点击 网页去寻找麦当劳 就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一些 麦当劳的讯息 好那回归到我们要讲的第一则新闻 今天也发现到有几则粉丝团跟新闻业 蛮不错的啦 我们也没遇过 那今天刚好可以看一下说有这些新闻 那广告蛮多的 请原谅 因为 他们不做广告没钱赚 不像我们这种上班族回来家就是看看新闻 念念新闻 顺便读读看 麦当劳又有什么样的APP呢 首要第一则新闻是在数位时代 你看一直跳广告 数位时代这边的一个报导 麦当劳APP首度改版 首度改版 不曉得是多久一次吧 三大功能亮相 点点卡变行动版 免贷卡就能赚积分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开始用手机了啦 你要叫他带卡片 你说是信用卡你有带吗 没有吧 提款卡你会带吗 不用吧 现在驾照也不用带啦 所以观众出门还在带驾照行照吗 身份证是偶尔要带啦 因为警察领解还是会叫你拿身份证看一下 那也是很多人没在带啊 我们也曾经有人上班就带员工证什么都不带 因为他只要有手机 就搞定了 因为有手机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内容了 好不好 好了 那刚发现馆长的直播又开始了 真的馆长超认真的 每晚上8点多他就会去做直播 那生活期歌现在就是努力学习看新闻 花点十几分钟来导读一下新闻 那麦当劳自2016年推出麦当劳爆爆APP以来 累计600万名注册会员 今天一日 9月1号首度推出5年来的首度改版 升级为麦当劳APP 那广告也蛮多的啦 喜欢看的玩家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铁粉看过来 麦当劳自2016年推出麦当劳爆爆APP以来 累计600万名注册会员 今一日宣布推出5年来首度改版 升级为麦当劳APP 好就跳过哟 这边很多优惠方式 就升级啦很多都升级啦 还有增加 增加新功能 常是麦当劳的人就很划算啦 而且我们同学同 同学同事朋友都有麦当劳那个 用过就知道那张卡 那个就可以去换一些什么10块钱的啊 或者什么 那个叫冰淇淋啊双淇淋啊多好 这边有写很多细节 那细节的话这边再说也说不完太多啦 还是要跟各位讲说 有再用就赶快去申请 那常使用可以省一点钱 那也 也建议各位玩家 在吃麦当劳要去点选一下 不要吃太多 人称的垃圾食物 虽然麦当劳可以组合 前两天新闻也有报 一位女生说他不敢跟他男朋友洗澡了 各位观众觉得为什么 因为他说 我在麦当劳工作了五六年之后发现我越吃越胖啊 就会有很多酸民在骂他 骂他说那你干嘛怕什么 你男朋友跟他洗澡就洗澡怕什么 麦当劳吃多了 你不会改吃别的 吃一点营养的蔬菜的啊 所以就 引发一些有趣的新闻 那这边有讲啦 麦当劳表示疫情改变民众消费习惯 线上GoApp 消费成新趋势 麦当劳与时俱俊 今年来积极推动数位转型 持续优化消费者的体验 全新升级麦当劳App 透过线上消费 线下兑换 跨平台与整合会员服务 打造麦当劳点数生态圈 提供 付个有感升级的消费 那其实疫情改变的人很多生活 如果你去看一下你的生活下很多东西 原本要接触都不接触 像我那天去7-11啦 我已经两个月没有去7-11啦 以前都要说先生请确认你的手机号码 会员对不对按确定喔 现在说先生请看一下我帮你按喔 奇怪按钮不见了 那么马上把平台的App改掉 就确认手机号码不用确认 你就跟他说 对 那个店员就帮你按是的 好先生你现在买两罐饮料可以抽奖喔 请不要按 电脑自动帮你按喔 恭喜你8折 你就会习惯了 原来喔8折 好不好 館长的另外一个频道又在直播了 他两个频道都在直播了 真的太猛了 你就会发现到啊 很多东西你真的 因为疫情的东西改了好多好多 那第二则新闻这边我们底下都有说连结 是中央通讯社的一个新闻报导 那天堂W 这好像是天堂W的广告吧 真的天堂在世上真的是占有率太高了 兴趣的玩家再去研究吧 好不好 天堂W 那这边又讲一次了 麦当劳改版 因为疫情改变消费习惯 那由他们记者 余小函 那一样各位朋友讲 喜欢这个版页 点击下方网址 可以看到中央通讯社 更多的一些报导 那也有说疫情改变了很多线购物 App消费你有在 购物吗 你有在App吗 你有在Uber吗 你有在Foolpanda吗 现在宅经纪的产生很多家庭主妇都说 我要顾小孩 我可以按手机 买奶粉买尿布 我不需要再出门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未来的趋势改变了这么多了 所以麦当劳在今天才会排行榜 我们的趋势第1名 大家都在搜寻这个新闻 那他说实在的啦 也希望大家都去消费 他推动出几%来回馈客户 让你去几点数 也不用去手碰到他也不用拿现金 也不用怕污染 那麦当劳说原本天天设定天气想优惠也改成天天出任务 天天赚继分 通过每天登录App来签到或参与任务 这都跟游戏一样 每天签到参与任务都可以雷 都可以赚分雷点 可换奇效商品 其实如果玩家有遇到一些 一些游戏啊有些厂商啊 他们都去做一些活动 好像我之前有一位网友 他说他的 LINE贴图都免费 他玩App 玩 基点数 玩千道 赚非常多啦 那我也不知道 反正每个人都每个人的东西嘛 现在要赚一些免费的是比较少 除非你有去购物 很多购物有回馈金喔 像有时候一年下来现金回馈 五六万块的新台币 到现在变五六千的新台币 那你说怎么办 所以说这边还有 摩斯和App也有专属优惠 这边还有讲解一下摩斯的 还有任天堂switch的健身环组合 各位观众也可以去参加摩斯的 麦当劳在分享摩斯 那必胜克肯德基则推出PK双响卡App 推出可随时随地享受PK 随 想 券 电子券 预备三大创新 所以这边有讲很多App啦 就像你有用UberEat 还有用FuPanda的 好像我都有收到广告 UberEat都要叫我说给你150块 你就可以去消费 所以说你可以知道 用小点数可以获得 大利益的方式 真的很可怕啦 像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优惠个9则8则 买1送1 或者是第2件5则 其实你去算一算真的是 很可怕啦 他们就赚少 对不对 卖多 就很可怕 那第3个的话 新闻我们可以看到第3则新闻是COL3C 这又另外一个版页 你的名字 因为我没有注册会员 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版页 这版页分享蛮多的 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它的新功能 积分累计点数 兑换规则 点点卡绑定的方法 懒人包 为什么会说很多勒 他把所有东西换成图片式的方式 给你做讲解 很多文字 每日赚取 积分 30积分 换1点数 这边很多任务 玩家可以进去看一下 那这边有个App 以下平台可以到YouTube去观看 记得点击下方网址 可以参考更多内容 那这边有讲了 甜点券 问卷填一波 还有今天签到 还有转圈圈 升级 那这边还有任务记录 一分转点 还有问题详情 但是各位观众朋友啦 人家说羊 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有在吃麦当劳 就记得去下载 App内建 虚拟点点卡 点数可搭配现金兑换商品 这边都有更多的图示 你可以把你的卡转进来 就跟我们现在全联一样啊 各位观众如果在全联购物也有 全联App的啊 你常用的就是去用 好不好 就跟我之前常讲的 你常用的信用卡 就记得去给他做现金回馈 同利回馈 你要花的钱就可以省个1% 好不好 为什么有钱人会这么有钱 因为他们都不乱花 好 各位观众如果看到前阵的新闻在分享 为什么有钱人更有钱 有钱人不会把钱花在 不必要的地方 好那这边有YouTube还有 行动点 行动点点卡的记名绑定篇 还有四行动点点卡线上儲值篇 这边都有帮你做分享很多细节 有没有 App付款先绑定 设定支付码 手机载具 这边都有 讲解 一样各位观众朋友点击下方网址 就可以来看 像我是用LinePay Line手机直接去消费 那苹果也有锁卡 AV苹果的手机也可以直接去B卡 当初跟你讲你会相信吗 这边有很多 行动点的付款篇 还有行动点的支付篇 订购篇 他们全部是做网络的方式 让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更多 更多的一些说明 那你就想想看啊 你的手机可以直接这样接触 接触手机去做消费的时代 已经很久了 那你有跟上吗 虽然很多人说怕被盗刷 怕被盗用 怕被 出问题或什么的 但是 趋势赶着你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好的所以生活期哥在这边 跟各位分享麦当劳App的 最后还是要跟各位朋友讲 很多东西 随着潮流在变动的时候 你很难去拒绝它 就跟现在一样 你疫苗打了没 现在覆盖率多少 虽然人家讲打疫苗没用 打第二剂有可能也没用 那你在未来不打人吗 那有的上班公司可能还会要求 你一定要打疫苗 为什么你不打疫苗 你就是 会被 排除在外 这就是一个生活圈 你身边每个人都打疫苗 只有你没打 你觉得会怎么样 那 生活分享 也是希望每天都做一则新闻 让自己 学习更多啦 那在这边还是要感谢 看到最后的好朋友 你今天看的是 重播了 因为我每天都会直播 如果隔天看到的就是 重播了 最后还是要感谢各位持续的收看 记得订阅 点赞 点分享 那今天的 拍到了APP 分享就到这边 底下都有网址 底下都有网址 分享给你们知道 这么多的粉丝页 这么多的网页 这么多的新闻页 可以让各位观众 方便 取用 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